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即使公佈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有Stanley在這裡 Stanley早安 早安 大家如果有什麼股票問題想問Stanley的話 歡迎大家打電話來204-6566 又或者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也可以打電話去到ask.bh.channel.com 在同一時間我們要查查經台的Facebook和YouTube Channel 都做直播 大家有什麼想知想問都歡迎大家留言 Stanley就會盡快解答大家 接著跟大家看看港股現在走勢 先看到恒指低開61點 現在跌幅不斷擴大跌209點 為了25893點 國費之數跌96點 為了10459點 而大致成交金額暫時是271億多 Stanley也跟你說 剛才你叫我冷靜一點 沒錯 為甚麼呢 因為我按照股價 就看到 這價格的股價急跌 很多都跌成兩成 天下教育跌一成九 21世紀教育跌兩成 而29都跌兩成 報3.06元 大家都知道 可能有看新聞 都知道 內地好像要計劃 加大學前教育的投入力度 就說民辦幼稚園一律不能單獨 或者作為一些部分資產打包上市 而上市公司也不能透過股票 市場融資 去投資盈利性的幼稚園 沒錯 亦不能通過發行股份 或者支付現金方式等等 去購買這些幼稚園的資產 總之說了很多東西 其實一句字也是叫監管 沒錯 其實中央上是否要斷他們的米路 最主要是這次 如果你看回這個政教的意見 昨晚宣布出來的 其實公布完出來之後 其實已經馬上令到 在美國上市那一堆的價格股 已經全部爛了 立即震盪 是不是紅黃藍 我剛才看到台報之外 跌了五成三 它跌了六成多 但最後那邊有些熔斷機勢 停了兩次 然後扶牌後再跌五成三 但不止去的 其實你 你可能撐開一點點 其實現在很多內房公司 其實之前的時間 未有段時間 就說什麼綜合體 一個城市 類似一個 打造一個園區 一個社區 所以很多內房的房企 其實自己本身都經營幼稚園 因為他們想有一個 一站式的培導服務 在社區裏面 所以其實你可以說 所以昨天那一刻出來之後 就不止這個紅黃藍 連有些公司 譬如說假設有些 我們說在美國上市當地 其他一些叫做幼兒園的公司 那些股份 全部跌得很厲害 但這件事正常 因為其實這次政策本身的影響性 對於你說 幼兒這一範 影響真的可以說很大打擊 特別是假設 你純粹做幼兒那一範 因為其實那份文件 昨天在昨天晚上八點鐘左右 我應該第一個 彈出來的app的通知 是八點鐘左右 彈出來之後 其實第一下我都不太為意 但是之後再彈出來說 紅黃藍的 都會越來越多 開始就看一份文件 是甚麼 我都彈出來看 其實有幾些 有某些 剛才都說了 都是說 現在不給一些 叫股權的投資 這是一個重點 不給一些公司 可能你說 可能是股權投資 是 它從事這個 叫做幼兒園那一範 是 其中有一件事 其實影響 有一類的說話 那個影響 都不小 是甚麼呢 就是說 如果已經違規 可能你現在已經有機會 我照樣去 這個解讀 已經違規 假設你現在已經 透過股權 可能做這件事 可能由教育部門 會和有關的部門 進行清理整治 清理整治完成之前 不得進行任何的真資抗股 假設你已經在做這件事 當作違規 可能已經基本上要整治你 所以如果是這樣就麻煩 其實是麻煩的 Stanley 這樣說 其實不止教育股有事 可不可以這樣說 如果它要整治 不是 間公司便會有事 但不是 剛才我聽到 可能一些內房股 都可能有份投資 我這樣計算 內房股本身 你這麼大間公司 你整治的影響性 可能比較小 所以對於他們來說 其實真的影響不是很大 但如果解釋一些公司 從事這一範的東西的話 那個影響真是很大很小 當然這句話 本身是否這樣解讀法 有沒有解讀錯呢 不出奇的 因為我們這些文字都知道 都是看不明白的 有時就是 但問題是 這個反映反射的話 你一煩的衝擊 如果你解釋一間學校 一間商業公司 即是你一煩的話 你有多煩 所以你有多煩 你想一下 你隨時現在 你正在做幼稚園的話 你都不知道它想怎樣 你煩的 所以紅、黃、藍那些 其實你預約了 昨天跌了五成三 你真的不知道 它之後有沒有彈 其實 不過平心而論 香港裡面的教育股 你說是否有好關事 嚴格上不是 因為如果你說風業 說說有一世紀教育那一堂 其實按道理 它們本身最有寺院的數目 其實不多 好像以風業為例 都好像不知 經營七間 還是多少間 是不多的 另外那些最多 我印象中都是八間 其實不是多的 但問題是 大家為何會這樣試 你可以說有火燒連環船 擔心 擔心 現在就說有寺院 現在就說學前 你之後會不會中小企 又說 無論中小學校 其他學校 有些規範 因為其實之前不是沒有試過 在今年年中的時候 觸過這些政策 當時都是規範一些什麼 上次公司 民營 非民營的學校 非牟利和牟利 搞得很煩的 所以你可以說 這個是板塊本身 都是一些政策的風險 所以你現在真的不知道 它下一步是怎麼做的 所以今天它跌了 當然你說既然沒有關係 跌兩成 是否怎樣而過分了 你看下去 我都覺得很過分 好像風業這些 現在跌了兩成 即13.17的兩成 你說凸了 不出奇 但你這樣博 不敢啊 又說要整治 又不知接下來 它會繼續發酵 會變成怎樣 最慘的是這些 而且很多內地的教育股 都會有很多跌停 不正確 所以你現在這些位置 你博不到 不敢博 但有貨的都是叫大家走 Stanley 但你覺得沒有跌 沒有重機繼續調整 你說現在有貨的話 你又走不走 都很 因為你跌了兩成 你走你又很心痛 而且這個政策本身 其實你說嚴格上 現在就這樣說 這一次這個政策 對他們的影響其實不大 所以你說有沒有彈 我覺得其實 還有一些憧憬 但你問你博不博 你會願不博 當你現在三個無八 你又好像封業價為例 你打算上去 它的前收市價 四個四條四 打得翻的話 都會覺得挺不錯的 問題是你博不博 但是 始終是很難博 很難博 你只可以說這些位置跌定了 有機會跌定了 但是你不會怎樣 你這一下真的不敢 你這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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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包單 你真的不知道 轉頭轉頭會怎樣 始終是政策因素的東西 大家都這段時間 都經歷了很多政策的東西 不要說 我昨天晚上做 即明天的那個港載浪 都會想一件事 其實今年以來 很多的股份 假設 如果你承手中資股 又這麼不幸 買了政策股的話 都會輸得挺金 什麼為之這一類 你想想內銀已經是 內銀算好一點 內房 都算好一點 有什麼不好呢 燃氣 之前那段時間 約 教 騰訊 我們在想 我馬上想起 騰訊 我馬上想起騰訊 還有這一堆 之前也是很厲害的 監管 又是堆了一堆 堆了一堆 還堆了一堆 現在又去到舊 好像輪流去 那些板塊 不是 所以今早上 我跟朋友聊天 說一件事 就是 阿官都很狠 他都不理股民感受 所以我就不明白 為什麼他要這樣做 沒有 沒有 政策的事情 是有他的想法 只不過 哪些人要犧牲 犧牲股民 我當你要整治 但是不是要這麼急 還有 逐個版塊去洗 又好像太急 今天是連貫性 一氣可成 不要斷 這部戲要一直去 現在是一氣可成 如果股民這麼幸運 買中了這些版塊 不難買 不難買 內房駕育 藥股 全部都很熱 上年炒到瘋 對 上年也炒到瘋 這些版塊 真的很慘 我覺得真的很慘 但你慘就有點無奈 你明明 好像那些版塊本身的發展 其實真的 又不差 你只可以說 其實我認同 某些行業 處於一個叫做 起步階段的時間 一定有很多問題出現 好像它裡面曾經說 可能有些公司 可能是一些謀取暴利 其實就是這樣的 但問題是 你斬那一下 是不是要這樣一刀下去 一刀切 對 一刀切 所以 價錢一刀切下去 立即跌兩成 這些真是慘 祝大家好運 唯有 今年你玩投資 我看得多都會有些心淡 今年不是我玩投資 是投資玩 但是玩得有點心淡 你想想香港這邊 我這樣強調 香港這邊的股份 很多時候政策影響太大 一個浪接近來 還有這個浪 可能突然之間明明好好的 可能吃飯 沒有一段新聞 好像我剛剛都說的 好像你第一次看下去 好像沒什麼 對呀 最初你才覺得 原來我不是要看真點 這樣其實是多無奈 還有坦誠這段時間 其實自己的信心 都真的動搖了很多 Stanley 以前 可能第一個浪你蓋了 你覺得沒事 可能之後你會起身 但可能當浪 不斷不斷地蓋起來 其實你的信心 真的很動搖 好像之前可能會上升 好像整個氣氛好些 但自己心裏都覺得 不是的 可能又有些事情 不要入市了 真的 寧願看你拿多一點現金 再等一下 所以真是很難玩 但有時候你等一下 你忍不住 是啊 你明明看到有升 又OK 是不是 所以真是很難玩 今年的時候 今年也很難玩 明明外面又做得不錯 美國有 先跌200多 再反彈200 你好像ADL 騰訊 又OK 為什麼資金會跌 是不是那些教育股 影響了大肆氣氛 因為看到一來都穿了26 現在又在所有的爭執 本身大家都看了中美迷戰 有什麼轉機 但你也知道 後面的氣氛 那些解讀都不同 是 大肆是否真的 其實都很難有什麼方向 應該說 對於市場本身 現在有幾個因素 叫做我們說 昨天的時間 有些因素 你真的當是好的 叫做你那個市 有哪些呢 騰訊的業績好 業績比較對版 然後就是中美迷戰 A股 是 但是很有趣 如果你問我這三個因素 有哪一個 叫做延續性的話 坦白說 騰訊的延續性 又真的沒有什麼 為什麼呢 它的業績 雖然好像比較亮麗 但是一天的政策不開 的話 它都是難搞的 你要彈上去的話 一定是欠這個東西 它彈得不會高 這個 就算是彈也好 你預計了 它不會成為主力 是 不會打回事上去的 是 第二就是中美迷戰 是 中美迷戰 昨天說好 明天說差 後天說沒辦法談 今天是第一次的 就是不同官員出來說不同的事情 是啊 所以我昨天錄的那段片 也有一個開玩笑形式這樣說 你遇過一次打回 2、3、8點的buffer 就是什麼 每一天 2、3、8點 2、3、8點是假的 因為沒有 你今天升過來 都是因為這一下這些因素 轉過頭 有人跟你說 沒有事情 就再談過了 所以你的事會很受這個因素影響著 唯一有一個比較硬一點的 就是A股的行程 是 A股本身 這個成交量其實是ok的 是相對比較大的 你保持得到 有時候都說氣氛是好的話 按道理就差不多 所以變成現在 說真的 現在就真的 看看A股能不能夠說 有些比較大的幫手 如果ok的時間 我們講過 都有機會氣氛會好一點點 但是如果你單靠 你說 騰訊反彈 中美貿易線這些 相對會比較 真的會很短暈 短暫一點 所以 沒有 一切都去看看A股的情況 但是 只要A股好的話 我覺得那個痕跡又 衰不完 因為 要這麼說 都有些關於騰訊市 雖然市今天比較差一點 但至少它跌不下 今天它真的跌不下 所以變相對於後市來說 有一點支持 但是 幸好好一點 但是 今天A股其實都算表現不錯 對比在港股的話 可不可以說呢 Stanley 看見現在都是要偏遠的 上值 跌近四點 但跌幅就明顯少 行跌很多 佔了26863點 三定跌18點 佔了79883點 是不是都真的 似乎A股好像 直撥多一點點 Stanley 有些龍龍之手 可以擦一擦 我不是 A股這段時間 為什麼我經常說 它好像氣氛好一點 最主要有成交量 現在是對版的 即是你那間成交量 那間是A股這幾天的時間 都差不多那間是4千億 其實那間上心量 加起來的成交量 是4千億 其實算是挺不錯的 因為印象中 你說在這一陣子 我想在這一陣子 我想在這一陣子 我想從年初到 在我印象中 在這一段時間 要是上心加起來 是4千億 還要是連續三天 那麼多 好像沒有試過 所以如果你這樣計算的話 按道理又差不多了 今天也是 今天過市 雖然跌下去 你看上心加起來 成交量 都差不多是 差不多2千億 就算是很不錯的 不知道似乎是不是 內地的投資者 都會有多點信心呢 對市場 他們是省會主導多一點 所以我覺得這樣 是現象的好事來的 唯一希望就是 A股那邊頂得住的 港股這邊又會好一點 希望 真是希望 好 大家密切留意著 港股和A股都走了 當然都留意著 到底接下來 那些港股的根數 那些教股都是 下午看看 再下午看看 對 看看Jason 再跟大家更新一下 大家的情況 因為 看到那些教股都幾慘 慘啊 跌成兩成都說 最慘的是 你看到他們今早 跌下去之後 又跌不上來 你看到有些好一點的 新高校的那些 都跌回那些 是由得位計 跌成一成了 跌得不算 這隻跌得不算很多 因為他做的那些 是積分的那個類 當然不是太多 但好像楓葉這些 低的那些都是三四半 現在呢 都是三六一度 即是你看到 膽都膽都很少 上來 都算是挺慘 看見都很傷心 總之這隻客人 你沒有買的 我沒有 我以為你說 以為我買了才會變成這樣 對 挺害怕 是吧 又做多一次登 又不是的 你現在不是登的 你現在厲害了 然後跟Stanley 又說一下 豪賭鼓 好啊 見到豪賭鼓 今天好像銀魚 剛才都跌到百分之三 見到澳門政府暗示 接下來可能會延後 這個博彩經營批審 可能會重新有一個 競投的時間去安排 或者一些博彩業 帶來一些不確定性 還有澳門的行政長官 崔細安都說 會嚴格控制倒台數目 還有加強對澳門博彩活動 還有博彩中介人的監察 可能會對他們作出一些審查 令到大家都有一點擔心 可能來著這個豪賭鼓的前景 會不會 又不怕 先看看他那句話 先說話 香港司令報告我現在都沒有怎麼看 號碟那份更加沒有看過 其實這些字眼上年也沒有 是否連都有這些字眼 可能會對一些豪賭鼓行 有些家門都會說 沒有過去寫這些 有時候也有趣 你說這些 假設上年你沒有寫 今年你刻意寫下去 我會覺得可能有些東西 但我看到那些字眼 都是那些 如果是寫澳門都會寫這些 下去寫這些 我又不覺得那些 是甚麼特別的東西 當然可能要找回上年那份 澳門的社會報告給他 但是你說 嚴控倒台數目這些 我想不是甚麼新鮮的 以前也是有嚴控過的 而且我覺得說的東西 不是說真據 你澳門 當然有些樓拆開了 你澳門 你靠甚麼可以拿這麼多的盈餘 都是靠賭業 這些人派錢都是賭業 賭業是貴不少 都是 但是我常常見到銀魚 可不可以說很忍憾呢 為什麼 因為他跌得很急 但他一彈又彈得很快 不是的 我開圖給大家看看 先看看 銀魚呢 我都和我同事有說一件事 關於銀魚 他經常都想偷翻 想買 哪個同事 可不可以了解一下 待會告訴你 他不知道有沒有看 他應該知道我關於他 我經常都看見 很想買 因為他跌得急 但又彈得很快 令我很深 看圖 你看圖 銀魚 你看圖都是向下居多 但一陣子開始有些好像跌了 暫時是舒緩了 而且就是說 你看他有三個底 一個 兩個 三個 大概在42元 這個位置 這個位置 其實是之前 你說大摩個人報告 是一個最差最差的情況 是 看42元這個位置 所以按道理 42元 我覺得 都有一些不錯的支持 所以想買 再撐的話 就駁去42元 這個位置不穿 回去多少時間才考慮 還欠4元 還欠4元 等我先 這些東西都是快點快下 你覺得撞差波幅 其實挺好的選擇 波幅都可以 現在這個市況之下 Stanley都不會 亂給人長線投資 現在看你買什麼 根本不行 我覺得跌過了籠 可以考慮一下 不過都是 因為這些位置入市 都好像有點薄薄的 是啊 有些薄薄的 即是你駁過市 不會穿底之餘 有些股票是 可以真是逆市 逆市其包 但你好像經常 都覺得上網空間 又未必很多 所以我最近推股 都推了一些 不知道什麼的 那些推股 都不是主流的 不,1373 我覺得是OK的 就是國際家居 零售這些 這些應該不會死的 日本城 經濟差都不會 都有人買東西 哇 塑膠盒 那些 那些 都需要用 是不是 好啊 Stanley跟你說到這裡 因為有家庭觀眾 在等我們 好啊 旁邊有位 鄭小姐 鄭小姐 你好 喂 鄭小姐你好 是你 沒錯 你好 早晨 我想問 1317 你有買嗎 沒有 之前有買過 現在又沒有 幸好 幸好 今天有節奏這麼多 那些教育 那些全部 現在可不可以買 這個板塊 麻煩你 很難說 唉 剛才我們都說了一節 正在說這些教育 如何辦好呢 鄭小姐 鄭小姐 你還在哪裡 我想問 你知道那些原因 現在跌這麼多 你知道嗎 我沒有看 沒有啊 因為其實呢 我輕輕說一下 因為最主要是說 現在內地方面 昨晚呢 出了一個新的意見稿 就是說呢 一些叫做 簡單點說 就是禁止一些上市公司 可能透過一些收貨的形式 收貨的幼稚園 就是這樣做 所以昨晚有一間叫黃 我剛才說錯了 黃藍 黃 紅黃藍 這間呢 因為美國上市 一間叫做 專門做幼稚園這些公司 那些股價 昨晚跌了五成三 一眼之間跌了五成三 所以大家很擔心 香港這邊的教育 都會受到這些 因為如果解釋這個政策 都有機會影響到他們的發展 所以價跌這麼多 有它的原因 不過你說現在這個位置 即是駁還是不駁 都很坦白的 純粹說政策的話 對於它影響是不大 但是結果氣氛影響到 它的氣氛 還有就是說 之後的時間 會不會有機會 連其他一些飯素都會影響 不知道的 這個是一個幾大幾高的不確定性 所以你說駁還是不駁 說真的 我又建議你不要駁 不過我猜你還是有些興趣想駁 說真的 所以你選擇短 因為如果駁的話 都叫你短炒 什麼是短炒 就是說 就是說 用這個教育檔在賣入價 指示位 用今天的低位 三四半是指示位 一穿的話 一定要指示 這樣做法 但是記住 你只是反彈而已 因為我相信 教育股經過這一次 這一回合之後 都有排盤 所以你只要短炒 你看多少錢 你自己衡量風險 總之 如果你要買的話 三四半是一個指示位 好 鄭小姐就可以參考 Stanley給你的意見 再做部署也好 或者考慮也好 真的很難玩 真的很難玩 我講過一些事情 都要說有人斬倉 那些事情 還有一些 還有一些說到 好像和另一間行有些關係 其實外面有很多消息 就是說另一間行 好像什麼 說不行的 那些東西 反而反過來 可能真的有個別人士 拿著這些股份 而可能他本身有一兩間 可能他真的有些 錢上的問題 還不到錢 所以人家斬倉 可能斬其中一隻 但變相有些叫火燒連環船 的情況 就是斬了一些時間 可能 因為我猜猜他抵押 斬了一隻時間 變相之下 連其他股份 都受到一些拖累 所以暫時 你可以當作一個個別事件 一隻是828 另一隻呢 106 另一隻是59 你可以留意這三分公司的股價 那些的關係 但你說628 希望你沒有貨 但是 如果你有沒有貨 我都會建議你 有彈刀要走 當然這些 我前途上是一些 財技股 你玩就要小心 我都不建議你 你考慮玩這些 但如果你經過這次大跌之後 老實實 這些股份都大傷元氣 所以如果你沒有貨的話 不建議你考慮 這位朋友 因為沒有講到沒有貨 我都希望他沒有貨 純粹可能就 諮詢一下問Stanley 為什麼 我問得很好的 OK的 昨天因為沒有做這次 所以我問大家解釋一下 這件事 不要緊 現在再說 Stanley 又再回答一個WhatsApp問題 有朋友想問一下 銀行股 他說如果英國脫歐 或英國脫歐方面 對匯豐或渣打影響大不大 高質的問題是OK的 今天問題是很高質的 聰明 可以讚一讚這位朋友 聰明 真的OK的 好問題來的 你說有沒有影響呢 雖然匯豐或註冊過地 在英國那邊 是 如果真的要脫歐的話 要看脫歐什麼情況 如果是完全模糊罪地脫歐 就好像現在 其實現在那邊的局勢 都很複雜 叫做阿文翠先生和歐文簽了 即是要簽了一些協議 現在歐文那邊應該是OK了 Sorry 沒有OK 二十多個還要開會 有二十多個簽名 但英國當地自己現在本身 在裏面內控到七彩 很多官員辭職 就是敬心的 敬家雲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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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現在這樣搞 你現在變成一個變數 你不知道英國那邊 搞定怎樣 但對金融公司來講 其實一早準備好了 他的東西一早已經解決了 甚至乎你即使這樣做也好 對他們企業來說 大家最大的影響就是 在英鎊的方面 在匯游方面 所以你說對於他們實質的經營上面 應該按道理 不是有什麼影響 所以你可以放心 但怎樣都好 如果假設英國那邊 那些有些大的震狼的時間 其實都沒有 好像以教育股為例 你教育股好像今天那些股份 有些其實沒有關係 是 都會跟跌 所以連假設 沒錯英國那邊有些 就是衝突越來越厲害的時間 你好像英國有些 相關系統比較高的股份 例如像匯豐 渣達這些 就會受到拖累 但業務上的發展的話 應該就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這個可以放心 好啊 謝謝Stanley 解答了這些朋友仔的問題 我這一節 Stanley 和你先談到這裡 好嗎 謝謝你解答了這麼多問題 以及幫助你這麼多家庭觀眾 我和你申報一下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有銀魚加騰訊 沒有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會有其他的直播文節 我們稍後再見